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宇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 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资深的社会记者 媒体人王瑞德先生 第二位是资深的媒体人 钟宁晃先生 还有一位是法医学科主任 高大臣高主任 还有一位是律师 赖方玉赖律师 那么我们今天谈的是很多的疑案 那应该也都是重案了 那个除了人命 应该都算是重案 那么之前有一个兰可儿 台版 这个是台版的 那个是在美国 无法解释 等于他说 好像很惊心 后面发生什么不知道 就死在那个水塔里面 那这个是台版的 26岁的酒店正妹 一位姓余的 三月初从桃园 地豪酒店七楼 离其最下空间管道身亡 身亡前监视记 有拍到他的这个一些话译 他突然站起来 走出休息室大门 脸部犯清光 枕头长发 都成顺顺的 走向后面楼梯间 那我就不知道 那个酒店有打光吗 对不对 我这怎么可能是 连头发都犯清光 那么突然 他就走向后面楼梯间 从七楼离其 最下天井身亡 不少目睹这个影片的人 都惊呼令人毛骨悚然 用来 那么这个疑点有很多 第一个 常去酒店的就是瑞德 对不对 我是去卧底采访 那坦白讲 这一句不用讲 酒店小姐 他们有他们的休息室 没错 有 好 这是合理的嘛 对 那休息室 他怎么会 是光脚 其实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他们上班都穿高跟鞋 休息的时候累嘛 可是离开休息室还光脚 他也许只是想说 比如说我到外面上个洗手间 或者说拿个东西 不太可能 因为他妈妈说 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 而且很严重的洁癖 那他还怎么做酒店啊 酒店喝酒 对啊 就不要让你毛手 毛酒就好了 这个案子 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所以这是 这是第一个啦 因为有洁癖的人 坦白讲 他只要踩到不是干净的地 他一定要穿拖鞋 所以第一个 他的习惯是穿拖鞋的人 不可能光脚 想到那一缸光脚 走出去 然后呢 监视器有中断25秒 因为是凌晨2点6分53秒 从座位上离开 下个画面直接就跳到 7分17秒 有25的空白时间 就不知道 再来有人叫住他 从他的反应 好像有人在前面叫他 然后呢 于是他就消失在画面了 没多久就被发现 坠落大楼的天井 可是他手上的表 却停在凌晨3点05分 也就是最后的监视器 拍到他 跟他坠落的那个手表 时间是差一个小时 对 他离开的房间之后 到一室凌晨 所以我要问一下高法医 坠落手表就会停在坠落的时间吗 不一定 因为他刚好跌下去的时候 破裂的地方 刚好就是在2点0 就是3点05分的地方 受到撞击 那个地方 那个表应该是没有秒针 所以他是停的时候 是时钟一直跑跑跑 一个小时以后才停下来 刚刚在那个 破裂的地方 刚刚在2点 刚刚在3点07分的地方 破去 在那里倒掉 意思是这样 有些是摔下去以后 表坏掉了 马上就停止了 对 有些表是 一直在去找 找他跌到的地方 对 找他跌到的地方 因为你撞击的地点 如果你摔下来的时候 如果不是表面撞到的话 你比如说你是表带 那这样的话 他就不一定会受到撞击 像我以前 我都挂一个卡西欧 因为我觉得那个表也太准 后来我觉得挂表也很麻烦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手机了 在车上有时钟 在家里有时钟 那这个外面 你带着手机有手机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代表 那不需要再代表 就把那个卡西欧的表 放在我的书桌上面 我发现我已经放了整个年 他永远就是这么准 所以他不是说停止 静止以后他就不会动 但是他如果受到撞击的话 有可能暂时停在那个身上 对对对对 所以一般来说 也是墜落的 他如果握手表 他的手表的时间 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吗 对 我们应该量他的刚温 如果他的刚温几度 就知道他什么时候死亡 这个是比较快的 因为你很早发现嘛 你如果说在五点钟 他发现这个时钟 每天你两天我们就知道 这样大师我问你 他那个监视剧 摄到的画面时时 他是有穿小礼服哦 哦哦哦哦哦 最柔的时候像小可爱 衣服呢 衣服便宜的时候 他应该是夾掉了 应该是要急救时夾掉了 不可能 应该是夾掉了 夾掉也有衣服的 没有因为在急救的时候 尤其是坠楼 或者是刀枪伤的话 为了方便起点没给你弄 他会直接剪到一剪 剪了以后 这些东西就放在一个地方 就可能就整理掉 除非警察或检察官 下令说要保存 或者整理掉 不要说这个啦 你尹清风身上那个裤子 还记得吗 他的裤子从里面 整个都没掉了 对啊 就可能有可能是被剪掉 剪掉对 那这个余小姐 余小姐 余小姐 余韩清 此与与非比喻 这个他的 录影开的这个监视器的画面 其实我们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原来休息室 你用休息室 这间酒店算大间 大间啊 休息室各家 通常休息室都是清清菜菜 通常都只有一些折叠 台北市的休息室都清清菜菜 你看 那是那个颜色 它那个光线的关系 这有可能是光线 他前面是因为他头发 你用我说啦 他说一下 他喝酒酒水啊 怕老拼来拼去 看起来是像喝醉 喝醉啊 喝醉啊 好久没了 大家可以看到 郝医师 看起来拼去 这样有症状吗 没应该是我有在醉 稍微喝醉了 这样就对了 我跟你说 他就是因为 头一天上班 就用灌醉了 灌 不会打 不会散 所以他是被灌醉了 抱回休息室休息的 郝医师 对 所以有醉 应该还有酒精 应该是醉 因为看那个走路的样子 应该是喝 他事实上在台北有上班 那么那一天是调去桃园之园 所以在途中这间酒店是第一天 这棟我又去过 我又去卧底采访过 这棟本来里面的特种行业 蛮多 你人离开就是这样 认真 招新闻 没有错啊 我为了公事 为了采访新闻 牺牲我自己的健康 真的 这棟本来就是有一些特种行业在里面 那么这一件一定是一个命案 而且我告诉各位 至少涉及一个行则 我们这里有赖律师嘛 至少涉及一个行则 叫做过失智能允许 如果继续查下去 我给各位介绍 为什麽 就酒客罐酒女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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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东西 一定有过失智能允许 因为你死了嘛 死了是一个命案 那现在只是说是不小心掉下去了 挑下去的 自己挑下去了 还是被人家推下去了 只有这三个不同的层次 为什麽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出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会看到那个 有点清清的那个光对吧 到底什麽形成原因 这个我不知道 当然有可能是不是光线的关系 监视器的光线配到他那个 我不知道啦 但他走出来显然 比是喝少许水 他那时候其实是被罐多了 所以其他的人把他扶到这个地方来休息 休息后他起来 然后走过来 理论上来讲 如果他要回去的话 我要等一会睡 他应该往反方向 为什么电梯在那边 他就往这边来 因为他第一天来 他不熟 这间酒店的休息室其实是蛮大蛮豪华 台北的休息室都清清菜菜而已 然后他往这个地方走 你可以发现到最后就是去断点那个地方在哪里 楼梯间 为什么说他至少涉及过失智能运使 因为他从楼梯间下来 因为他在最后的那一刹那 感觉上好像有对话 有在跟人家讲话 或是问什么东西 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家会觉得疑惑 跟没那么有人 那样 那么他下来以后 监视器没有拍到的那个点 他走下来了以后呢 他从七楼最下来的原因是因为 休息室在几楼 他的楼梯间楼梯间跟楼梯间之间 其实是有一个大的门挡住的 门那天被移开了 那个铁片铁门被移开 移开了 尼米 旁边就是一个大概非常大 我们人整个可以摔下去的 一个天井 那直接下去 天井是楼梯间那样 对对对楼梯间那个门路 平常你要移开才 你平常是关起来的 那天不晓得是谁 要力气蛮大的 才能够把这个铁片铁门 移开 一看之后就一扇这么大扇 对吧 你真有可能是不小心 比如说我扶着楼梯 我小酒醉好不好 不小心怎么摔下去 摔下去了 你摔下去旁边一个 刚好也可以融一个人大小的天井 直接醉到地下一楼 瑞德 我觉得你讲的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啦 我其实自己喝醉过 我觉得他刚才那个赤脚走路 如果喝醉就是真的有可能 不不 说实话我感觉他不太醉 我觉得他那个走路真的没有很醉 很醉的人 爱人哭啦 因为他已经 其实他已经 他已经休息一阵子了 应该是已经睡过一阵子了 应该是已经睡过一阵子了 对 他已经有稍微休息一阵子了 可是如果说他已经睡过一阵子 有一点醒了 照理说他不会不知道那里是天井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楼梯间还有放其他的障碍物 还有其他的垃圾什么障碍物 那为什么说这个案子一定涉及 最少应该查出来有没有过失自论于死 你明知道这个地方是个天井 是个危险的地方 而且应该关起来 而有人把它移走了 诶 我问你 你说那陈孙孙 对吧 警方是不是可以模拟一下 就平平平 赶快两点零六分 反正有监视界 就猜嘛 叫那再走一次 看不是 是不是两点零六分走出来的 脸都会清 其实那个 陈孙孙那个原因很多啦 有可能是摄影机的某一个地方故障 因为我们知道 像其实我们棚内摄影机 导播只要冤 也可以把我们都弄成陈孙孙 对对对 颜色的问题嘛 有可能是某一个地方故障 把你黑漏漏也是 对对 那那个故障不见得每一次都会常态心发 有可能是机器故障 他会查跟案情有关系的部分 他会查在楼梯间发生什么事 采集什么指纹 因为现在质疑嘛 质疑他那天赚了钱八千块 为什么不见了 然后包括有一些质疑都应该一一厘清 这个等下可以找 不是那些质疑他会放在身边 因为他有一个Lock 他有一个 他们都有一个置物柜 也有可能自己的皮包等等 但是一定要解释 一定要能够合理的解释 他真的是一天赚八千块吗 有可能啊 因为他借掉来赚嘛 事实上是有可能的 他没有做什么事就赔酒 就一天八千 有 因为他是 我再重复一遍 他是从台北借掉来桃园 所以他的价码会比较高 因为我是借掉来的 他在台北不一定有那么高 如果没有从事其他的一些服务的话 没有小费的话 但是问题是他借掉来 借掉来 你为什么要来桃园 一天八千算高吗 算高啊 现在 现在那个一个月 能够赚二三十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很多酒店小姐 一个月赚不到四十万块 不是小姐 坐下来你就要给一千小费吗 没有 没有 一定要客人客人 以前景气非常好的时候 就是一台一千块 有没有 那几十万 现在是叫少爷二千块 去换一百块 有些做到 连一百块都不够了 你知道吗 现在有的准备不够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对啊 现在不好赚 现在酒店小姐一个月十几万很多 那边说现在最后太币 再往这一块 最后太贵 非常贵啊 其实他真的有一些疑点 对没错 钱没去 那妈妈说他有严重洁癖 但是他是放假卡出来 对 那妈妈说他的 那边看起来 那边看起来 那个可能是灯光还是什么 这个真的是有可能 对 还有就是说 没有 你如果灯光是整片都 纯纯纯 到家出门那时 纯纯纯 出来又没有纯纯纯 哦 这样这一条灯也很厉害 是啊 所以这里是个遗云嘛 因为你如果 色调调坏了 就是整片都会纯纯 不然我问我们的灯光 有没有办法 只有一个镜头 纯纯 离开那个 就没有纯纯 他用那个spalight 对着你的头打 啊 头上的会打我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你就要纯纯纯了 给美人姐纯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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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就纯纯了 让他死心吧 哈哈哈哈 不是啦 你如果有可能 感觉出来那个时候纯纯纯 离开这就没有纯纯了 因为这个案子确实有疑点 对 所以我们 请大家再看一次 调光有那么厉害吗 再看一次这个VCR 嗯 你看这都没有纯纯了 他在那里休息室 对 他休息了一阵子 对他爬起来了 对 然后躺架下 你看见他有 你敢有先喝酒水 我看是还好 有一点 有一点 你看像这窒窒窒窒 这还没有了 没有啦 可能他对面正好有一盏灯 对 对啊 刚好打到那个位置 对 注意看他走路的步伐 事实上确实有一点 所以有一点点片 有一点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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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水到很严重 因为真正酒醉 其实是要人要 大概走不太动 走不太动 有一盏灯在那里 所以只有那个角度 会脆顺顺 所以 高医师 那都没意见 没有啦 主要是我们解剖报告最重要 如果解剖剩里面 只有酒精的话 那这个问题 可能有 稍微的问题出来 如果他有吃其他药物 比如说ケータミン 摇头丸 这些东西的话 你虽然轻微酒醉 但是你已经不省人事 因为你用吃这个蜜嘛 现在问题就是说 如果真的验之其他这些药物的话 到底是他自己吃的 还是别人喂他吃的话 这我们就要解剖看 胃里面的东西 你像ケータミン一种是用素的 大家都自己吃的 那摇头丸 很坦白说 因为摇头丸 那一般有的人 都会把人放在人的 所以我们常说 你如果去夜店的话 你要去小辈 一定要把你的杯子 带去厕所 不然人家会给你放药在里面 要不能离开四线 不能离开四线 他现在放了 他把这个药物 摇头丸 用到硬去才可以喝嘛 如果我们自己吃的 不是我们自己吃的 就是这个药物 摔下去 就这样喝下去 所以你死以后 你自己吃的时候 你在胃中可以看到 药力的护形劑 护形劑 那就表示你自己吃了 护形劑 所以就知道了 所以就知道了 要看湿体死多久 要量降温 所以你如果看到湿体 都顺住了 对 如果摸起来有疑问的话 我们马上就量降温 这是标准程序 在美国也同样 美国是量肝脏的肝温 我是在台湾 我自己发明量降温 因为我们台湾有时候 病人有时候 没有死 可是警察不知道 或是消防员不知道 跟你说这人死了 那在美国你就把那个 从肝脏打下去 他脱脱了 你脱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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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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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请教酒店的记者一下 酒店 佛底采访的记者 第一个 我问南公关他告诉我 酒店他们是2点到6点 上半时间 不一定 要看看什么样的酒店 然后第二个 你刚才看到那个空间这么大 为什么都 那个拍摄 为什么只看到他一个人 因为他不舒服 这是酒店是合理的吗 就是说 没有其他的工作人员 这个凌晨2点这个时间 合不合理 对 那第三件事情要问 事实上刚才从那个影片来看 我没有看到断点 就是时间断点 可是事实上这边所讲的是 2点06分53秒 从座位上离开 下个画面到2点07分17秒 他是同一支监视器 这是有可能 怎么可能会断掉 这边断掉 我实在看不太出来 他的断点是在哪 可是我们刚刚看影片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有断掉啊 没有他走过去那边好像就拍不到了 那就已经出了范围啦 对中间的断点 那刚刚那个 第三个我可不可以再把它问完 第一个我是在监视器里 当我是拍摄里面对不对 他走出来应该是另外一支监视器 理论上嘛 对 但是我刚才那样的画面 我也看不出来是两支监视器 没有没有 所以他是不是刚才其实都已经剪掉 我回答他专门外遇的律师 专门办外遇事件的律师 我说他酒店 酒店记者他就要说 那个刚刚其实 这个酒店记者 我给他赔你钱嘛 是啊 给他一个纯正性 我也觉得 我最近业务不太好 刚刚提的那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事实上在台北市的话 酒店要比较豪华的休息室是不可能的 因为寸土寸金嘛 那在桃园以南那些比较 那么大的休息室是比较多啦 那么你为什么那个时间两点 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好像没有其他的人在那边休息 因为很远难 因为其他的酒店小姐 他们有的要上班到早上五点 所以他们会保留实力 他不会这样 你不要忘记他是第一天去支援的 有可能是因为台北来支援 有的人喜欢台北来 台北来好不好 还是给他灌酒 新小姐 台湾的酒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喜欢灌人家酒店小姐酒 你知道吗很变态 那些人灌酒 你没喝就是看我不行 吃饰公杯给我喝 那个都很伤身体 对不对 他可能就被灌酒 所以可以解释为什么 其实一开始是人家扶着他 甚至有半抱子 这样来嘛 所以你可以注意看他脚上是没有鞋子的 你知道吗 那鞋子可能搞不好要掉到哪里 掉到包厂干嘛 他真的喝多了 第一时间 可是他有休息 那至于说 你说监视器的问题 其实是两支不同的监视器 那个我们看到的是经过剪接的 剪接的无缝接轨 所以你会感觉好像是同一支 没有 就是他们里面的人 把那些画面都调出来给警方 给相关的警方 那至于消失的26秒钟 警方有做出解释 就是说 事实上那26秒钟所看到的 并没有所谓的消失的26秒钟 你看到的数字是消失26秒钟 其实画面是一样的 画面是一样的 但现在重点不在于我们现在 你现在看得到的这件事情 都不在乎 都不重要 重要的在我们看不到的那个 等于说 时间点 到底发生什么事 还有有人跟你说话吗 有人在楼梯间吗 你没有办法排除 因为你看不到嘛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还有他就算是不小心 不小心 射到里面有没有 然后从那个天井掉下来 他身上没有一些插状的痕迹 虽然从七楼掉下来 速度很快 虽然速度很快 可是要完全 你会去撞到 你会去撞到那个水尼有没有 虽然速度很快 可是他身上没有 所以他有一些奇怪的一个现象 而且他很离奇的是 他妈妈案发后 梦到女儿托梦 人都事发二十天了 他又重返现场 他又重返现场 居然发现一个皮夹 而且这个皮夹是一个 刚好里面有可能有名片吧 有证件 是一个做防众业的理性男子 奇怪 那有皮夹 那是有两个一点 警方当时去把这个 案发现场没有亲 没有发现这个皮夹 没有亲一遍吗 而且竟然是 女儿托梦之后 妈妈到现场发现这个皮夹 结果呢 他就把这个男的找出来了 有这么离奇的事情 最后男的出面曾经说 我突然是鸡人 这案发地人在哪里 桃园 他说我三四年前曾经跟朋友 到酒店的商业大楼的地下室 五厅消费 这档公司都是特种营业 他说我皮夹放在椅子上 上厕所回来 发现皮夹就丢了 被偷了 所以他后来是补办证件 后来他也真的拿出自己的身份证 补办的时间 刚好是2011年换证 就差不多四年前 那可是对于他的证件 在最楼的现场找到 他也觉得很无辜很无奈 那当然有一种可能 偷他皮夹的人 钱拿了 就把他弄掉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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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问题是怎么会 警方没有看到 这个合理啊 那所以这个 那为什么 脱梦好警方 你看高法医在笑你就知道 你不要以为警方到每一个案发现场 他都会做地盘式的搜索 忽略掉一个皮夹是很正常的 而且第一时间下去的可能不是警察 因为第一时间一定是救护人员 可能是消防人员吧 那消防人员他第一时间发现说 他先判断还有没有生命迹象 那没有生命迹象 他就把大体送往现场 那可能在作业的时候 可能有踢到或怎么样 那警方下去也许没注意看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钓皮夹先生的解释也非常合理 因为他最有利的证明是他身份证 他有犯法 因为他2011年犯法嘛 所以我觉得这 皮夹的部分是解释其实算合理 警方在搜索现场 不一定会发现皮夹 有时候会有疏忽 但是警方在尝溺人犯的时候 就做得很测评 对对对 也是在桃园嘛 刚好对 胡敦义随护的儿子 随护的儿子也是警察 对 逆向行使 像浪西一个大学女生 对对对 有时候我看到车头 浪到天楼 你就知道撞击你到我 这件事情给全国的消防警察人员 一个教训 对 不要为了你的长官任何人 去出卖你的道德名师 你怎么是长官 你是警察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难道是为了他 只是为了要尝溺他吗 他上面没有把库 我必须牺牲我自己的退休金跟被判刑 然后我来帮帮忙你吗 这是为了友人嘛 这会判很重 因为 共犯的有三个警察嘛 会加重就是 一人所长 一人副所长 还有一个同事监察 对 其实好几个人 而且判刑确定的话 他连警察什么东西 退休金什么都没了 我为了这件事 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我还特别打电话给郑文燦 我要特别跟他讲说 你这件事情干得好 因为这件事情 如果不是桃园县政府 不是陷阱局 而是桃园市政府 发现不对 发现不对劲 然后下令延办 才把这些人都救出 就糊弄过去 要不然就糊弄掉了 就糊弄过去 副总统吴敦毅随附而已 对 他们竟然是警察 都死人 又逆向 这样 而且还酒驾 这个警方竟然 接着人 跟他们拖起来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 人不可能拖起来 还是这个案子吧 他把证据 把市政都毁掉 都毁掉啊 监视录影器被拿走 所有 现场调阅的 监视录影器都被拿走 后来是还好 有一些是属于私人 所有的监视录影器 有保留 所以才找到证据 对 你知道那些 因为他们后来 住在汽车旅馆 汽车旅馆的员工说 连那个随附 都有打电话来疏通 那个录影带要怎样 对 我想好感谢 这个滑网灰灰 这是非常恶劣到极点 你看官官相互 特权横行到什么地步 没有错 生徒小民共弄死 竟然要把他蓋起来 对 本来还希望人民保姆 帮我们破案 结果没想到来 想办法 让我们没办法破案 的是人民保姆 是 这样会加重 当然会 这当中要去看 他里面有没有涉及到贪毒 他不是只是一个 你说吃案的话 有可能是说 譬如说我仲放人犯 但是他这里头 我觉得应该被追究的是 有没有贪毒 涉及到贪毒的问题 那贪毒当然是很重的 贪毒是什么 就是有人拿钱来 有可能是涉及土利 有可能涉及收费 都有可能 这一定要开心性 他将来的前途 有一个对借的关系 就是你没办法去查出来了 这个就是要再去追 对啊 因为他这么大力的痕 我一直要生 所以我没办法给你補 可以这样 来我们先休息 这个是 弄死啦 你快点可以绑 而且他最主要是百年路先是其中 他的共犯是早 就是威少伟 所以台版难可人 因为现在各在侦办 对吧 各种疑点 有可能是酒醉 或者药物的作用 或者是这个 他人致死 对 可是 郑大哥 我最近感触很深 你看喔 今天有个新闻说 两个姐妹 有没有 对 都在家 太久了 还要怎么死 叫妹妹出去 10分钟 10禮拜 妹妹就眼睁睁看个姐弟上吊 她后来进去看过一次 这个案件一定要好好查 我认为是说 那个妹妹就是 看她死的那个妹妹 一定要在那个绑的那个带子上面 红带子 对 如果有她的扇皮屑的话 那这个妹妹可能就是杀人 什么意思 就是说她有去摸那个蚤子 蚤子 你如果有出那里面 是不是你的皮屑 会去钓在这个绳索上面 你的皮屑可以用DNA 会不会是自己 她自己弄的呢 她自己弄的话 就是她的DNA在 知道那个 要看我的手有知道 有扭皮不就知道 没有没有 那我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皮屑 皮屑你落出来 落不不扭皮 那不会啦 皮屑跟汗珠 都可以印出DNA 现在都可以 这有皮屑 这有皮屑 都有都有 你只要美人看你这里摸过 这里就有我的DNA了 但是要稍微有助力 对对 要稍微有一个东西 包括汗珠 包括什么皮屑 我补充一下 你刚才说 我们突然是台版兰克尔 所以说美国兰克尔 后来结案 后来结案 结案是自杀 因为他是脚下去的 可是他还是有太多疑点没有解决 我的感觉就是什么 美国也是这样 他感觉说 你对我没说太重要了 对吧 我就没办法調查 过去把你结案自杀 他搞不好其实不是自杀 对 一个楼梯的女子如何爬上三公尺的高大的水塔 而不介于任何的外力 对 如果他爸爸是美国参议员 你看会不会要去查 那个水塔 现在还在查 那个水塔可能全部都拆掉 院里面的东西了 我可不可以拉回来一件事 因为刚才讲台版兰克尔 你有没有看到他主要的一直在追查的是他妈妈 那当然因为刚才郑大哥去提到吃案这件事情 我还是要给一些民众一些资讯 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有觉得这个案子被摆得太久 或甚至你不知道那个证据有可能 会疑似被淹灭的话 我都会建议说 备份 你应该不是 你赶快到地检署去提告 而且要求保全证据 那就可以调查了 就可以调查 然后你认为说 尤其监视器会 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那你很怕警察把它阅灭 万一有真的像这样恶势力进来 那么你就是 赶快申请紧急的一个保全证据 那检察官他就会 以他的另外一个指挥办案方式 去处理这件 他们有时候遇到这种可疑的状况 他们甚至会指挥其他的 辖区的警察来协助侦办 所以比较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不可能 不经过在警方做笔录 就去提告 对不对 可以 你也可以 可以 但是你要运气好跟坏 你要遇到好的 优秀的 认真的警察 而且他要有空 他要认真 否则 你可能很危险 就变成死案 我们台湾就是这样 一家人很多疑问 然后我们法医的解播报告 又不赶快出来 然后又 疑问你都不给人家解决 比如说我们政场不公开 所以我们不用给他计算 所以疑问越来越多 像我刚才跟郑大哥说 你这个案件既然试下来 对 我要你夾水嘛 你如果自己拨下来 是不是相机弄两次 就是说 彩空出下来 弄到对面转试下来 如果用L 不是L 是L是 弄到又弄到又弄到 全部弄三四个 所以你的生活的胸 一定是不一樣的 你自己罪罗的时候 你一定会自救 所以你会去扣拼 所以你的政界会 架很多 墙壁上的东西 我这个扣毛勒 扣毛也没问题 但是你有扣到就好了 我刚才我看一个 他自己拨来 扣到整个皮都掉了 那粘子整个都摩擦 因为它都掉了一出一出 可怜 整个手都没掉 你知道吗 我颇充一下 各位师 比方说 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河山厂的屏东 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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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应该要报告 屏东县政府 还有报告啊 有传真啊 还用传真报告啊 那是屏东县政府听到说 里面有灰修 跟电话查证说 你听说你有灰修 那才说 对对对对 然后赶快传真 补传真 对 什么心态啊 它是核电厂 它不是房子厂 照理说它灰修要随报 屏东县政府说 让屏东县政府通知 通知该应该疏散 但是他都没有做 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要催修 因为你变压器有问题 为什么变压器有问题 结果 庄瑞胸现在在里面 他就说 你们曾经发生过 台电变压器采购弊案 对 所以你把那个采购弊案 那个变压器的批号给我 我要调查是不是同一批 台电说什么意思 对了 没有 他说这是机密不能提供 对啊 这个事情其实 接下来这个事情 高法医其实是有帮助 你还记得不 有一个台东的妈妈 她儿子没有在巴藏 对 巴藏 说那个庆祭对这变压器 空军的下事 空军的下事 结果 军方也说 那是阻塞和结案 对 她妈妈说 不可能我儿子不可能阻塞 她还有说 没有几天母亲节 要回来跟我庆祝 哪有可能阻塞 你说的是蔡贤娘 对 我跟蔡妈妈很多次常见过 蔡妈妈没死京厨 对 那是要跟他拼 用尽家产 结果呢 又去美国 又试涉 对 这样子 比方说 他们看着他这么执着 他们跟蔡妈妈不离婚 对 你看 儿子死了 先生跟他离婚 他卖四件王子 他已经 一文不明了 他最近的国陪是赢了 对 对 但是 我现在是要跟大家说 他要的是 一个公道 他不是要钱 最近一次的审判已经确定 他不是自杀 可是 那个原因我也无法接受 对 说意外 他说什么意外 因为 他是下士 在靶场射击 然后 因为他是班长 然后有一个班兵的 步枪卡彈 然后他去帮忙清枪 那我们当过兵打过把子 步枪很长 六十步枪大概有这么长 对 他说是清枪的时候走火 射到他的头颅 问题是 我们清枪的时候 清枪不会这样轻啦 哪有人这样在清枪的啦 又不是吹声说喇叭 清枪一定是枪口对天空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死因 我觉得我也无法接受 清枪是 枪这样 这样叫清枪 怎么会 但是洪怡 那我请问你 为什么判准 判准 虽然金额不要管了 金额少对不对 可是他为什么判准 因为连他法官都觉得有问题 对 所以如果这个案子 不是经过蔡妈 我非常佩服蔡妈妈 我每次看他绝食 然后看他 我就觉得很难过 身为一个母亲 他要的是我儿子 怎么死的真相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 他到美国去用佛猪皮 因为猪是跟人类最像的 去打 这个案子确实有问题 因为我们跑社会心 你要知道 那个枪支 长枪短枪 在不同的距离 你如何打进去干嘛 会有不同的结果 对 这个东西 这个案子确实是有疑问有问题 那军方啊 你不要告诉我军方是非常 等于说 军方就是最买 和最保守的啦 很简单啦 那时候 他就要用佛猪皮 把它扣得多压重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现在才 他在床的床 床床 床床把门牙 扣到后面 所以表示他这床 是在门牙外面 对 不是 不是 不是主纱 主纱 而且他有一段距离的原因是因为我请问你 你要怎么开枪 你别人拿去穿 因为你板击在这么远的地方 你怎么开枪嘛 只为你的孩子扫把 问题很简单 难道 如果你说拿扫把什么东西 他可能把鞋子脱掉 用大拇指去 为什么发现你的时候 发现遗体的时候 他的鞋子是穿着的 为什么 那他是怎么开枪 你要解释啊 你在拔场 你有可能干这种事 旁边的人都当做没看到 对 根本是军方的态度都是自杀 就是这样 那 也不过任何几年前啊 为什么 一个阿平哥有没有 跳楼自杀 上面跳出来 死了 军方就结案 那搞得好 你搞得好 有人去到现场 已经过世的杨日松博士去到现场 说车拢的 你现在有几个人打 结果后来半年一大堆人 车拢的 又满整包 又撞到它上去 打下来 因为车撞的高法医是航延 车撞的跟摔下来的不一样 蔡姓的班长 这样子 那位高法医也有帮 蔡妈妈也很感谢 我现在是要跟大家说 很多事情你不要以为理所当然 真的是遺允重重 而且官官相互很嚴重 所以今天才要做重案遺允 所以蔡媽媽 還有四近家庭都沒問題 對啊 沒問題 這廟要怎麼逃 再來 還能夠上媒體 我問你這個是不是叫家破人王 真的啊 兒子也沒了 房子也沒了 老公也沒了 現在只剩他一個人 來 我們先休息 他那個案子也是因為 侯仲秋的案子之後 好 剛剛美人講的是這個新聞 對 今天的新聞 這是妹妹 另外姐姐其實已經死了 這個是媽媽 他去補完的時候他把他帶回來 說這兩個資源 都三十幾歲 這個三十二接三十一 高中畢業以後就宅在家 鄰居幫忙介紹工作 他媽媽都去幫忙拜託 說要繼續工作 讓鄰居也好心好介紹 說如果介紹做的就欠錢少了 工作多了 太欠了 做不到一個月就不需要去 連在家裡面也不太愛做家事 飯是母也煮的 所以這個黃媽媽就跟鄰居抱怨 他說其實我也不願望他們養我 還是說拿錢回來 還不是還會養自己的 他說既然你也要養活你自己吧 所以這兩個姐妹就覺得媽媽 很叨叨 那個人我也叨叨 對不對 你扣我吃 扣我穿 結果不准你偷壇 我當然也叨叨 你說兩個姐妹也動不掉 而且上兩個人怎麼死 對 而且姐姐還告訴妹妹說 我要自殺 你千萬不要救我 妹妹還真聽話 他知道姐姐在房間裡面 要上吊 然後還進去看 確定姐姐已經不會動了 他說是有這個 還是還有生命跡象 所以他就太早了 不然確定沒有生命跡象 他就像說要保安 保安還用走的走得比較難出色 怕救護車太早來 對 照理說保安應該用撞的 不然卡電會最快了 他說怕救護車太早來 會把姐姐救活 我覺得這對姐妹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會有 跟一般正常人不一樣的想法 你說這個妹妹說很喜歡打 打這個遊戲店玩 可是你就算好 人質長期應該不是 對啊 你人性嘛 人性都看著姐姐這樣子 應該會馬上第一時間要阻止他 然後便會保安 現在的父母真的很為難 你說這個媽媽苦不苦 苦啊 你說有時候真的現在就說 你這麼想問 怕離孫有財情 那也是很奢望 現在也不敢這樣奢望 所以你也可以伺你自己就好 你不用把他悠閒就沒關係 像這個 之前還有一個爸爸不是覺得 兒子怪怪的嗎 情緒在路要帶去 太怕什麼 路車總去跳 總會跳在河裡 你幾歲這樣是 這個這樣 再來 這個要怎麼奢望 我問你這個要怎麼奢望 這個要怎麼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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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媽媽來講 他就是 他就是 這是一個悲劇啦 然後這個因為妹妹 從高中畢業 高中畢業 不好意思我講 高中畢業幾歲 大概在八歲吧 近三十二歲了 對 所以 在家裡嘛 十幾年 四年了耶 兩個在家十四年了耶 十三 如果要收費就把爸爸跟他哥哥討 都把爸爸跟他哥哥在賺錢 養家 那就加在哥哥 再再見 嗯 至少哥哥一個月三萬多塊還願意做 是啊 那就是說有時候可能真的是 我覺得可能回過頭來 就是說這個是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因為很多現在的問題 真的就是宅在家裡 你要怎麼辦 對啊 我認為這是整個大社會問題 因為 現在我覺得少子化現象之後 然後我覺得 很多似乎現在目前的一個 生活環境 讓很多人就還是啃老鼠 那我覺得這是很典型的一個 啃老鼠現象 可是我先回頭來講這件事情 這個標題 他說不構成加工自殺罪 那麼這邊有個小標題 其實我還是要回到媒體的寫法 以加工自殺罪證不足赤回 有沒有成立這件事 有回來被赤回 沒有交保沒有收押 不代表這個案子 這是兩回事 這是兩回事 那這有沒有構成加工自殺 我是認為是極有可能的 什麼叫做加工自殺 譬如說我教授你去自殺 你去死好了 舉例 這件事情沒有經過查證 你怎麼知道有沒有加工自殺 有沒有這句話 他說既然是這樣 那種不去死 舉例 叫加工自殺 還有兄弟之間 見死不救條款 見死不救 那叫做遺棄罪 那那部分也有可能涉及 所以他的刺毀 並不代表這個案子就沒有涉案 那第三件事 還有一個加工自殺 譬如幫助自殺 所以其實因為我剛才高法醫 其實他有去提到說 為什麼有沒有那個 那個身體有沒有皮血 等等 他就是在去釐清 他到底有沒有涉及到 幫助他來自殺 這個都是屬於這個案子 應該要查的血清 所以法律上是這樣 我覺得是可以被討論 那但是第二個就回到剛才美人姐 去提到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 這裡也一個啊 這個媽媽七十歲兩個兒子 四十幾歲 兩個兒子 一個是因為有精髒問題 就是精神有問題 另外一個是從來 逐不出入紙迷線上 尤其四十幾歲了 也不出來跟人家打招呼 反正是這個媽媽很活潑 跳圓擊舞啦 參加社區的活動什麼的 那說什麼啦 你要知道十幾年前 他們先把老房子賣掉的時候 再來一千四百萬賣掉 再來花八百萬 買現在的這個所謂豪宅 它是有六百萬的價差 對 那麼到後來 會走上這個路 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說要賣一千八萬對不對 那賣就好了 為什麼要死在裡面 因為很簡單 這個房子已經 又輪為法拍了 他們已經借要一千萬了 你現在另外 另外還是另外 簽了本票 簽了好幾十萬 已經都裁定 整個要把你房子給法拍掉了嘛 拜託耶 金三與一三 你也吃得厚大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你去借了一千萬 我剛剛講的有六百萬的差價對不對 十幾年前嘛 那現在借了一千多萬 那一千人到哪裡去 因為你只還了 你只還了幾十萬以後 本席都沒再還嘛 請開幫你 所以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一個社會現象 不是嘛 這邊一樣嘛 叫做兒子啃老不願謀生嘛 對 那也是啃老不願謀生嘛 所以有時候做父母的 相信為人父母的 你都要有一個勇氣 就跟老鷹一樣 你要把孩子推出去 獨立的那個勇氣 你這樣看 你會不會覺得 游民值得尊敬 是 我跟你講 我剛才是殘障者很多 你不會搖我們 還是看著媽媽還安音 我一定買 我一定買 他願意用自己的力量 對 通常都是生日一關 三十塊還是二十塊 我都會買五十塊 因為我就覺得 哇 這個人很值得我尊敬 獨自謀生 不靠別人 這樣人就在做了 跟 frå市長說你好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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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因為沒有頭髮 要錢就給老鷹 只剩下手 在家裡面活得很不愉快 那你會不會怨啊 如果你是那個哥哥 如果你是那個哥哥 你會不會怨他呢 你你如果吃一個頭髮 總共一國兩萬塊養活自己 六萬塊也不錯 就是 那個 你剛講那個 台中大祢那個母子 他們為什麼呢 他們以前很早 他們老爸開中藥房 就那間店面賣掉了 那時候賣掉的時候 我還記得好像賣錢幾萬 千四萬 他們現在賣這個地方 他們老爸是以前台中縣政府建設局記證 但是有捲入一個20年前的長邑高爾夫球場 竊佔國土案 那麼被檢調單位懷疑涉案跟圖利 可是後來 後來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被判有罪 其實說那是民罪抗壓力太夠了 跑法院都還撐得住 一般人啊 你跑一次這樣的法院 那個真的會傲 後來退休後 大概十年前就病逝 家裡五個人已經病逝第一個了 就老爸死 再來呢 他的兒子 老爸老母跟三個兒子 結果差不多第二年就是老爸死的第二年 老爸死了嘛 老媽大兒子小兒子跟小兒子 結果呢 這個兒子自殺 對 自殺 然後呢 到現在等於是說 剩三個人 那三個人走了 全家都走了 剩三個人之後呢 大概沒有幾 就等於說九年以後 這三個也都走了 對 我現在是要跟大家說一說 你看他們 多麼的封閉跟想不開 那間房子以前買八百萬 現在說千幾萬 但是其實他們有拿去抵押 抵押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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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百多萬出來 我想見他們錢 帶出來都在花 因為沒人看齊 沒人看齊 沒人看齊 可是再怎麼樣 你那個房子 假定你後來 不要說賣一千五百萬 賣一千三一千二 你還有沒有剩錢 大概剩個一兩百萬 一兩百萬 他們還有去把什麼 去廢豐去照 用本票去照 用本票去照 他們也照幾十萬而已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家也是沒有說 有負債嘛 你們家也是要存一些錢 其實他的總資產 是大於總負債 對 我跟你說 你說的是吃飯沒有問題 問題是有一個兒子 他有一點精神障礙 不是 沉溺線上遊戲 對嘛 所以我是說 那一隊可以出去吃頭肉 對啊 來我跟你說 其實這個媽媽個性 是一個活潑的人 身體也很健壤 儘管年過七旬 積極參加社區元吉武的社團 平時跟鄰居碰面 都會點頭打招呼 但是 他絕不談家中的狀況 所以鄰居跟社團同伴 都不太清楚他們家中的狀況 OK 鄰居也不相信他們會因為經濟不佳 自殺 你女都要偷偷偷偷偷偷 對 問題是鄰居印象中 有沒有看過這家兄弟 沒有 沒有 只有這個媽媽 以前還有曾經提過說 兩個兒子都沒有結婚 都沒有吃頭肉 給她很擔心 所以呢 那是最早以前 那這幾年呢 他都 騎腳他這外出 就完全不跟鄰居互動 也不理人 然後呢 是從上禮拜三開始 就沒有見過他們家三口外出 沒想到 是在屋內燒炭 比如說媽媽這幾年後來 本來都還有跟人家往來的 這幾年也都沒有辦法往來 有時候那種 你知道 在那種 跟人家社區往來的時候 未來是不是要有個禮貌 不要問人家小孩在幹嘛 不要問人家小孩在家 真的 媽媽大概羞於其辭 不是 也不是羞就是 媽媽很辛苦 不是 這是台灣人很不好的習慣 既然講到這 台灣人見面 就很喜歡問說 欸 小孩在家裡 在家裡帶母 在家裡吃頭肉 一家裡賺多少 那帶母就問人家說 不是 那帶母就問人家說 當時要洗 所以同學會有都不太常常 如果有女兒的話 你去美國去歐洲 他們見面不會問這種問題 他覺得這是我的person 這是我的私事 你問那麼多幹什麼 尤其是遇到女兒 會問人家說 結婚了嗎 你讓女兒小班 夭壽我四十幾個還沒有 這種讓女兒很討厭 那種三五六多 那種三十八了 我三十歲還沒結婚的時候 我那時候去台語的部校 有一天回來 我就覺得 真的是有點刺了 他說 他們班今天同學自我介紹 對 那有一個同學就介紹說 我有三個女兒 通通出京 我們家沒有存貨 對 就是都嫁了 對 他會不會被退貨 我媽就這樣看我 我說 不要去上課了 真的啊 那個傷害很嚴重 你不適合去讀書 對啊 謝謝你 問一下高法醫 難得你來 我這邊有個案子 拜託你 桃園盧主有個陽性的高中生 你是102年 7月30歲失蹤 KT剛剛被發現 在住處後方的空地 手上握著水果刀喔 後來呢 以自殺結案 可是他媽媽懷疑他的死因不單純 那麼結果呢 因為最近台版南可人事情 媽媽又覺得這個有問題 所以呢 希望能夠再起調查 為什麼他是 手上拿著一個水果刀 你有參與這個案子對不對 對對對 結果呢 那時候是有自殺結案耶 沒有 這個是一開始是 發生的時候 他們家人 那也不是自殺 可是那個法醫去看的時候 跟他說這個是自殺 就把他結案了 因為那時候監視器 看到他在上路耶 對 就把他結案 結案以後 她媽經過半年後來找我的時候 我說 其實我本來是本著要去安慰他 那時候就自殺就自殺 沒關係 我沒辦法再現場看 我還知道 他們家是一個莫志勳的建築物 他們家在這邊的四樓 結果他希望是在這邊的六樓跳下去 死在這個 對面那邊 莫志勳的對面 這有通嗎 這有通 這有通 它是不通 另外我都通 他死在這裡 死的那天是 剛才12點以前就死 就是同一天的 就是那個錄影器錄到 以後 不週久他死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都沒有接電話 所以我認為他死 因為隔天人家才發現 是隔天的下午點 人家才發現的時候 他死在這裡 去看的時候他屍體已經冰冷 所以表示他死亡已經超過一天 他買東西是中到時 對 才是 他買東西 結果 他進電梯的時候 他態度非常的奇怪 好像在看怕別人有 腳層變慢 然後詭異的回頭看一眼 這樣子 結果我到現場看的時候 他躺在這個死亡這個地點 既然是跟這個建築物成平行 所以表示不是自己跳下來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跳樓是這樣跳 不然是這樣跳 所以跌到下面以後 只有六樓而已嘛 所以身體不太會轉彎 你知道五秒而已嗎 沒有那個時間好 你這樣下來 哪有可能在那裡再轉 所以他剛才跟這個建築物成平行 我們稱之為失去平衡的墜樓 失去平衡的墜樓 各位 你說建築物 譬如說這邊是這樣 所以他要是這樣 他要是這樣 正常應該是這樣 改條樓應該是垂直 所以他是這樣 所以他是這樣 所以他是有扳轉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重點 而且他六樓3.5公尺 有稍微遠了一點點 有可能說話 一般六樓差不多 3.5公尺 3.6公尺 一般差不多是3公尺左右 他在3.6公尺 有可能是說不差 但最重要是他手握一支刀子 我是沒有看他媽 是把我握刀子 但是我沒有看他 不是握刀子 刀子是落在的手邊 這支刀子沒有去掩 結果裡面沒有血脂 沒有指紋 我說 那你握刀子是他們刀的刀子 是他家的刀子 可能沒有指紋 如果是女生嘛 至少會有指紋 出門買東西 三刀子 不買了 他回家後 他出來 有人 聽說是有人弄門 他怕出事 所以他把自己拿出來 要智慧 後來他媽 是這樣跟我解釋 所以教律 他就要有指紋嘛 至少會有那個女生的指紋 對 就是裡面有問題 就是這樣 家人把他摸下去 摸下去之後 腿下在上面之後 摺摺下去之後 把它摺下去 剛剛摺在的手邊 但是那支刀子的作用是什麼 可能他自己要防衛自己 是我防衛的 不然他要防衛自己 你說他押的時候有人摺過 他身庫有這種 百個十部人的皮屑嗎 有 後來有抓到 這樣子 就是他這個身體有抓痕 在左手 7公分到8公分的抓痕 還有後面有3條 12公分的抓痕 後來我去到現場 就是請他媽媽 把那個大體拿 所以他媽 就不想燒掉嘛 就是一直要我去看 說不然你拿出來給我看 拿出來一看 怎麼檢視檢視都沒有完全 因為他指甲都沒有剪 他裡面可能會有一些病 至少要剪指甲回去驗 那採樣 我只要叫他喘喘喘喘 一邊喘喘喘 結果送去檢視檢視真的有皮屑 所以有表示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有兩個 女的可能是自己的 男的是誰 不是啊 他媽媽是認為是母子 就是有一對母子 一男一女的DNA 他媽媽認為是母子 我是不曉得 因為後來他們驗出來 是一男一女 後來就 就是叫我再去看的時候 我就去看了一次 我就認為說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他媽媽就說 因為他有一個手機 沒有解 沒有解碼 那檢察官不幫他解碼 現在不是一個很會解碼的 有 因為解好解好解好 沒有沒有 就是說 檢察官是跟他說 我這個解碼如果解錯了 就沒有資料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就還給他 他就真的去找 他媽媽認真 這有一個解碼 解碼真的在那一天 他當天確實有 跟他男朋友吵架 就在那邊講說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來找我 就在那裡說 是稍微有一點灰色的樣子 但是我認為 那個還不到遺失的狀況 因為我們一般 自殺的人有一個重點 你在死前 一定會打電話給 自己最親的人 不是說 我要自殺 不會講這樣 他說 你身體要顧 你要怎樣 他媽媽叫我友好 對 就會講這一句話 可是他媽媽沒有 因為他 10點 媽媽打電話 他就不接了 到12點也都沒有接 就是他媽媽一直找他 他都不接 所以他媽媽才趕回去 發覺說 我們差點來不接 結果結果 我們隔天一個人在那裡皮衣 在這邊那個 皮衣一個外勞 那不是 外子新娘的樣子 那皮衣 怎麼有衣服掉在肚子裡 注意看 一人哪裡 才叫人去看 我們才知道說 他身體有抓 那現在知道皮靴是什麼人 他們找不到對象 因為你只有DNA 沒辦法找到 所以這個案子現在沒有破對不對 還沒 還沒 可是那個陽性網友呢 陽性網友我認為 他 我們檢查應該注意一下 就是說 稍微去給他查一下 他有沒有知過桃園 因為這個陽性網友 這個要跟大家講一下 他其實在兩年前的時候 有PO個一個文章 對 他說社郎啊 是隔壁那眾住戶 才會持刀自衛壯膽 追到頂樓 就是不想呼吸養姦 讓這個社郎輕易逃過 結果持刀壯膽的小妞 也就是這個陽性的東東社 對 把這位社郎逼得狗急跳牆 背後被抓傷 還被反擊制服 手臂也被抓傷 撲了光的社郎 怕事蹟敗露 沒有辦法立足 只好很下心 把他一步步逼上圍牆 拋出去 晚上得去確認監視系統 被警察拿走那一床的影像檔 應該沒有拿到我同時間 從那邊回家的影像吧 說到他那一床 他那一床了解 所以我覺得這是稍微要去查這個 至少確定這個網友 對那個地理非常熟悉 所以他才會知道 警察有去查嗎 警察後來有找到那個人去問 DNA比對不一樣 而且他也比對DNA 跟他手指 跟那個死者手指裡面採集出來的 男性的DNA是不符的 不符 對 所以至少證明說 可能他可能跟他的死亡沒有直接關係 不過我要提醒一下就是 如果曾經跟死者對不對 跟陽性女子死者 在他生前曾經發生過 糾紛的這位男性跟這位女性 你們最好自己先出來跟警察說清楚 否則以後一旦有一天 很難講 你為什麼緣故DNA採樣 比對 Bingo 一對比對的話 你就會變成殺人罪的主嫌 所以你與其如此 不如自己主動說清楚講明白 為什麼他的手指頭裡面 那個指甲裡面會有你們的皮屑 當然不排除是之前有爭吵啊拉扯啊 可是你們應該要出來說清楚 到底是怎麼會是 無可理完結 因為現在手有抓痕 背部有抓痕 對 這個手有抓痕 背部有抓痕 有可能是他在回家之前就發生爭執的 但也有可能是在頂樓發生了我們不知道的事 還有陽性網友他那兩年前所寫的這個東西 聽說當時手背的抓痕是新事實 就當時媒體沒有報導到這麼細心 但是我後來去驗的時候才看到 對 那你怎麼知道 高醫師可不可以請教你 依你的專業 你覺得這是自燒還是他殺 我認為百分之七死是他殺 對 因為結案是用自殺 對 可是按照高醫師你的判斷是七成是他殺 因為辛苦抓痕 對 那這個抓痕裡面的DNA的人一定要出來解釋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是最後抗戴他的人 對有可能 你要出來嫁勢嘛 你不出來 絕對是有事嘛 不然你怎麼不出來 有道理 我就出來就這樣 我就在那裡沒消息 別要找我 那我把他拔下去 我就沒辦法 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是他害死的 這個人現在出來還算 自首 是可以減刑 是可以減刑 因為 他這個跟頭案不一樣 頭案是已經鎖定嫌犯 他這個是根本還沒有嫌犯 未發現嫌犯 所以出來是自首 還是可以減刑 現在這人偷偷在看新聞 對沒有錯 所以你也不要忘記 因為事實上 當一般 他會笑還是會害怕 應該會害怕 總有一天 總有一天抓到你 有可能 那如果真的是 真的不是自殺的話 對不對 那這個案子有一些疑點 包括你剛剛講的 台版南可兒 他是在哪裡消失的 是影錄影帶在哪裡消失的 在拍到樓梯間的時候 那他們 他們是燒湯的 對不對 他有可能是由北斗 站在北斗下來 他如果走樓梯間 也不一定監視器拍得到 但是至少死者 在他的指甲裡面 屍體會說話 他留下了你的DNA 最好你一定要說明清楚 是是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真的嗎 我以為你要加這個真假的 是 他沒有加在這裡 法醫師 沒有 我是說 真的講信心 欸 高醫師 我是請教你 想不到 人死了 那你法醫來驗屍 那驗屍照理說 指甲是很重要的 對 對啊 因為你如果是跟人家有掙扎 你有可能可以抓到 所以驗出來有兩個人的DNA 對 那為什麼法醫 連這種最基本的東西都沒做 沒有 他連驗的時候 他身體有抓傷 他都沒有講 誰沒有講 第一驗的那個法醫 為什麼 他沒有看到 他說他沒有看到 為什麼 那個很困難嗎 不會啊 就在這裡啊 就是後面三條啊 對啦 就是他沒有翻身過來看這個人 也就是說 為什麼他還翻身就沒有了 我是不是啊 就是這樣 不然我不能說他說 嗯 我怎麼不知道會去刺到 好啊 你也說這樣真假怎麼沒假 他後來有去看嗎 他後來有去看嗎 他後來是沒看 我們就去看 他說 這就有商人在這裡怎麼沒看 他怎麼說 他告訴我 那後來是外島去刺下去 還是去刺到壁 我去刺到壁 我去刺到壁 就是一個治理的 哪有去刺到壁 沒關係 如果有刺到壁 他在刺的時候也要登記下去 不是嗎 他還選擇剛才在這個 在這個沒有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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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政大哥也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 送意外的 致死的這個狀況 應該不是要用自己主觀來判斷 啊 這我老經驗 這煮什麼 這他殺 應該是全部按照有一個標準的 SOP 剛溫良 指甲檢 然後全部都驗完 就你也 就是說你即使已經經驗老道道說 你這樣看就知道 要非常小心 你也是應該有一個 SOP的這個 這個非常小心 這個 因為我們華益是標準程序 我們華益是最樓 大概一般都認為是意外 因為意外大概這樣 要賠償 我還是要提供 被害者家屬有一些 因為高法醫 也曾經頒過一個死亡案件 那件事也是很謝謝高法醫 那我是提醒就是說 因為一般來講 會要相驗 要做相驗筆錄 那你覺得哪裡 譬如說他該檢查的地方 他沒有去 去監視這件事情 事實上家屬在相驗筆錄的時候 相驗是會有個相驗檢察官 你就可以提出這樣的一點 你的要求 所以你對於這個報告的結果 當然網路也可以看到 國家的法醫制度裡面 有一張SOP 我叫高 紫霞有沒有檢缸 這是很專業的問題 一般人不會懂的 是 他們都不太會懂這些 當時我們那個死亡案件的時候 我就是在第一時間 因為我認為說那個案子 殺人事件 我會覺得涉及到很特別 性侵害案子之前 死亡案件裡面 我們都會有之前發現 如果他有曾經關係的話 很容易發生強制性交的一個事件 所以我們就會要求去驗下題 但是法醫是怎麼樣也不肯去驗 可是那件事情就是 拜託高法醫再去看大題 然後就馬上檢查出來的 所以我要提醒就是說 為什麼不驗 他們就認為 沒有檢察官就覺得我在找麻煩 沒有必要 他覺得找麻煩 他幹嘛說這個 就早點讓他就是趕快入土為安 但是你知道幫被害者說話 是我們的責任 那麼因此我要提醒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像這樣有疑點的時候 他是半年後去找高法醫 那我就覺得說 你只要有疑點在相驗的時候 就應該提出你的意義 然後你讓這個案子開始進入爭辦 那他可能會說我簽解 事實上你沒有道理去做簽解 所以你還是要繼續追查 那剛才高法醫他所檢查的那些疑點 他就應該去調監視器 不過他半年後 就是可惜在監視器已經 應該是特別都找到了 他其實沒猜在那個 要不然說實在 因為他從某自行的話 你說這沿路都有監視器 或有可能有目擊症 聽到呼救 第一時間那個時間就可以了 呼救聲應該都找得到 那這傢伙怎麼會被控制性侵害 沒有 那時候我都看不到 沒有 其實我告訴你 我們這個國家真的有問題 法醫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很可能可以找出說 這是他殺 然後會把兇嫌找出來 可是他如果不認真 他舒服他懶惰他怎麼樣 他就沒辦法 那這些這樣的法醫 難道沒有處罰的機制嗎 我說一個最重要 你說這裡我說一個最重要 我們台灣法醫不夠 所以法務部認為說 醫生不夠我們找不是醫生來做 所以有一個叫做 灰醫生的一些法醫 這些人經過五年的信念 他們就可以去做法醫的工作 不是醫生也在做法醫 不是醫生 只要他讀的科系跟醫學院 有相關科系 比方說藥學系 藥學系還有中醫系 中醫系有算在裡面 還是說什麼 什麼什麼生命科學什麼 反正他也有規定 特殊科跟醫學系有關的科系 你可以去讀 研究所五年 出來也可以當法醫 正式的法醫 可以解剖的法醫 那我們那時候就建議說 你怎麼做要做什麼 現在醫生畢業以後沒有職業的 其實沒有考到執照的 有一成以上 大家有三千幾個 你只要幫你三千塊拜託來 叫他做法醫 叫他再託一陣 讓他法醫這條 他就討一千畢業 你會做法醫 像他三百來做 人就夠了 還不做 叫這些人來做這些事情 社會的憤怒 通常來自於 你對人的不尊重 對啦 美國巴爾地摩現在在暴動 很恐怖 每天跟誰說什麼 軟弱戰場 已經是什麼國民兵都 因為巴爾地摩 就在DC的旁邊了 開車大概一個小時就到了 對 美國動用國民兵 那就是很大條 準戰爭的 燒警車 搶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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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電 商店 然後提款機 怎麼樣 結果它是 原因是在一個黑人 對 那個黑人 老實說他的紀錄也很壞 對啦 但是他就是被抓到之後 把他放下警車的時候 那個生命已經被抓起來了 對 抓一遍沒事情 你警車喔 現在放出警車之後 就被抓起來了 所以送去醫院以後 七天後就死亡 那頸椎斷三節 頸椎斷裂 不好意思 撞了嗎 應該是有過檔 警察說我們都沒做什麼事情 沒做什麼事情 沒做事情 不敢自己拔手 他不是好東西 並不表示你可以把他弄死 對 我是說人民的憤怒通常 就來自這種 對啦 如果你跟我說 你把他打了 我們其實歸根結底 如果把法醫 就像見識人員一樣的加急 把他提升嘛 因為他沒有尊嚴 沒有社會地位 然後也沒有待遇 也不好嘛 那你把他提升 很奇怪 政府領域給這些肥貓 每個人一二十萬以上的高薪 卻不願意讓這些 應該社會最需要的人 給他一點 等於說加急嘛 就是不肯嘛 今天加急都一點點而已啊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他沒有吃到三千多月 你把三百的十分錢來做就 剩成這樣 現在全國比較二十幾個月 其實美國這個也不是 百的地方是 不是第一次 不是好幾件 去年就開始 好幾件 好幾件這樣子 這個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對 最早是在路易斯安納州吧 一個黑人的青少年 被警察槍殺 後來 而且最引起大家很不滿的是 那個警察最後被判誤罪 所以引起很多不滿 然後後來中間又發生 陸續好幾件比較小的 那這一次在巴爾地摩 這個案子 是因為 它實在是太離譜 就是說 一個好好的人 雖然他是前科 雷雷沒有錯 他有淹讀的各種前科 這就不能警察動手 對 你把他抓起來 你就抓起來 人家就會處理 你不要自己處理 順便說 頸椎斷層三節 那個巴爾地摩的這個太陽報 它寫得很清楚 他說 那個形容 這個受害者的家 律師形容說 這好像是被車子撞過 正常人不可能頸椎會斷到三層 所以 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而且因為 因為巴爾地摩 它在馬里蘭州 DC離巴爾地摩一個小時車程 然後美國的NASA也在馬里蘭州 CIA也在馬里蘭州 所以 它那個地方 其實是很多 政府很重要的機構在那個地方 所以它會引起 美國政府很高度的重視 美國是一個這樣 你看 他們兵中是都用法律在維繫而已 對 我覺得他們的道德感相對低很多 那這個事情 在台灣 我們會撞警察 但是我們不會去幫忙 會修傷 有人趁火打擊 對 可是在台灣不會 那因為是連續 從去年開始 連續發生幾件 都是白人警察 打死黑人 的少年 還是嫌犯 怎麼不去撞白人 撞黑人 對啊 去撞中工人 因為他知道你有錢 就是有些人會趁火打擊 你還記得 有些事實減軟的啊 美國大停電有沒有 美國大停電有沒有 美國大停電好像發生的衝擊 有沒有 有多少啊 多少韓國人最客苦耐勞 開很多那種 他就搶你啊 便利商店有沒有 開很多超市有沒有 對啊 現在美國人不敢搶韓國人 因為那個洛杉磯暴動的時候 整個洛杉磯只有韓國人的店敢開 因為韓國人會準備散彈槍 你拿它搶我 所以他就覺得說 我搶這個付出的代價成本可能太高了 就真的很值得思考 要隔壁才知道 美國各地黨 他們也一樣趁火打結 可是你看喔 尼伯爾大地震 他們沒有人搶劫 你看日本大地震 沒有人搶劫 所以我們921大地震的時候 就是怕發生那個事情 所以921大地震的時候 在所有災區的十字路口 都佔一種人叫警察 他就站在那個地方維持秩序 不過還好我們台灣沒有發生 台灣沒有 那米國曾經發生過一個小鎮 就是說發生好幾件 對 因為第一件就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小鎮 白人其實只佔兩成 黑人佔七八成 因為它是南方的州 對 但是 但是這個 調查起來就是 檢察對黑人非常歧視 對 歧視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我們市政現在預算不夠了 開單 對 開地的單 只要黑人就開單 怎麼怪他們會照顧 黑人是他們 賺錢的來源 你知道嗎 早茶 對 然後黑人見不爽就打 對 其實歸根就底 雖然美國現在總統是黑人 可是美國的種族 其實仍然非常嚴重 尤其在南方的州 非常嚴重 還要跟那個什麼 那個錄影帶精神器 調出來說 他們叫黑人我們叫黑鬼 對啊 這個在美國是犯法的 你在美國稱 叫他們黑鬼 這是犯法的事情 因為華人 是來自開發的事情 為了 因為華人